大家好 我是韻韻 現在電競桌機的RGB都太膚淺了 我夢想中的它是如同學白般清純美麗的那個人 在這花花綠綠的世界當中 要如何找到最純白的那段緣份呢 這麼巧 我們這邊剛好有一台已經組好的NZST全白信仰主機 白色軍團的各位成員 快來跟我一起看看吧 所謂一白遮三醜 這麼完美的白 要是能夠再重來 我還會再選裡白 好啦開玩笑先放一邊 那身為白色軍團的成員之一就是我 組裝一台全白的PC一直都是我的夢想 依然是都是 而每個想組裝全白信仰主機的玩家心中 肯定都會有個NZST魂 你有沒有看過銀魂 什麼銀魂 我們現在的機殼是白色的耶 所以要說的話應該是白魂吧 哪裡來的銀色 這次我們又熱騰騰新鮮出爐的N7 Z790主機板 搭配Intel Core i7-13700K處理器 來組裝一台最新的Intel D13代PC吧 嗯 有那個剛新買機器的那個味道 就像是去買淡海一樣 從微波爐出來還稍稍熱熱的 欸熱的話你確定不是過熱嗎 那等一下會爆炸 攝影師請你發揮一下你的想像力啊 請跟大家介紹一下這次安裝的硬體配置吧 主機器使用8個P-Code 8個E-Code i7-13700K 主機板則是16-1-2項供電的NZST N7 Z790主機板 高負載使用跟超頻絕對夠用 都上i7了 當然要使用280mm的Z63 RGB一體式水冷吧 顯示卡則是ROTEC RTS3080白色限量版 桌機外觀比例更重的機殼與風扇 則是使用NZST H9 Flow 以及F120 RGB DUO三風扇組 H9 Flow是NZST首次嘗試雙艙安裝結構的機殼 也是旗下全新的旗艦型號機殼產品 支援ATS主機板是3.5cA的顯示卡 以及3個360mm水冷 最多有10顆風扇安裝等高規格擴充性 而F120 RGB DUO有著雙光圈設計 搭載20顆RGB燈珠 最大轉速在1800RPM 用在H9 Flow剛剛好啊 這次裝機架F120 RGB DUO風扇 裝在機殼的底部來做進風 H9 Flow的預裝風扇則是保持原樣 側面進風後方排風的方式 而Z63 RGB則是安裝在上次排風 來模擬H9 Flow這種雙艙機殼 大多數玩家們會使用的風道規劃 使用IDA64 CPU以及Furmark 兩款軟體同步進行壓力測試 雙烤測試中 處理器的溫度壓制在88度C 而顯示卡則是71度C 而模擬遊戲運行情境的TypeSpy中 i7-13700K最高的溫度只有66.9度 而顯示卡溫度則是71.6度 全新的N7 Z790主機板支援Intel第12代 以及第13代處理器 並進化成DDR5記憶體平台 ATS的版型規格提供充足的擴充性 支援3個M.2擴充安裝位置 以及一條PCIe 5.0x16的金屬顯示卡插槽 除了有著不錯的供電性能能夠帶動1370K以外 還有著最重要的大面積雪白中甲 有著超美外觀 其實我後來想想 應該叫我白色軍團的成員 應該要稱呼我為隊長 因為我非常熱愛白色 也非常的了解他 我跟你說 白色是一種包含光譜中所有顏色光的顏色 其名度最高就如電腦程式設計領域 依照白色科學而定義 將所有參數值設定衡 這次使用NZST H9 Flow機殼 N7 Z790主機板 F120 RGB Duo風扇組 Z63 RGB液體式水冷等等的大全配 組裝了一台NZST雪白信仰主機來圓夢 好不是 是展示給各位玩家們來看看啦 更多詳細的開箱文以及測試 都可以看看底下資訊欄中的連結 開箱文中會有更加詳細的介紹以及測試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隨時鎖定我們XF的YouTube頻道喔 欸我剛才還沒說完關於白色的資訊 你知道在繪畫中啊 可以用白色顏料描繪